明白什么叫做大学 大学就是去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情 然后什么是毕业呢 就是你明白你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所以我发现 从大二下一期开始算 我的大学是从二十四岁开始 然后到现在是一年多两年 所以说我里面短了两年 那么我自然就要留下你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我很庆幸的 我很遗憾的发现 别人都走掉了 然后我还留在这里 然后我很庆幸的发现 我终于在大学的尾声 我知道我想干什么 所以我庆幸我这个决定做的不算了 然后你们去走吧 我就待在这里接着干活 然后我相信我们都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06年的冬天 就是我在一边在飞跃申请的时候 之后我们还有一个很好很好机会 参加了合成生物学的一个组织吧 就是这个叫埃健这个比赛呢 它原来一直是在北美或者在欧洲那边举行 然后在06年它第一次决定 这个邀请中国大陆的学校参赛 它是个大学生的合成生物学竞赛 于是呢我们在灵魂园冬天就 就这个在北京大学开了一次会 然后就决定成立了北京大学 埃健代表队 这个也是我促说留校的一个理由 因为我发现合成生物学实际上是 我想做的叫做minimal cell synthesis 细胞合成的一个直接的一个领域 所以说我在这里面叫做找到我组织 然后我发现我终于找到我想做的东西 这个也是促使我让我觉得被学校全去 留校不那么悲伤的一个原因 很大一个原因就在这里 这个组织是我碰到的学术 这个气氛最能控的一个组织 每一个人在这个 或者说每一个队员在这个里面 都是拼命去想我们要创新 我们要做以前没有人做过的事情 然后创新是什么 创新是independent thinking 所以说你在这个组织里面 你会不断地去想 你到底要做什么 而不是一个研究生给你一个题目 然后告诉你你要做什么 然后我们当时实际上这个 刚开始成立这个队伍的时候 实际上对自己也没什么底气 觉得我们的对手都是Berkeley MIT Harvard Cambridge 这种世界级的牛校 我觉得我们肯定是没希望的 但是我们很乐观 就是我们在场地也能去参赛 所以我们去MIT换一项 就是我们是要去11月份的时候 是要去MIT做一个presentation 那样子是一个比赛的内容 所以说我们当时都是冲着这个 我们一定要去MIT转一圈 这样子的一个笨头去参加这个比赛 然后呢 在07年春间 我的毕业论文 我刚刚都说我在做所谓的CRP这个蛋白 然后这个蛋白它实验挂了 就是我一边在做实验 一边在做理论计算 然后实际上它实验挂了 然后我就在4月份的时候 开始做理论计算 然后在5月份的时候 好不容易把理论计算给折腾出来 然后这个东西就是 我这一个月的理论计算功夫 就是我最后写到PS里面的东西 所以说 而在07年夏天 我还是继续在做这个 IGEN的实验 也在继续做CRP实验 但很遗憾呢 IGEN实验是做出来的 但CRP实验是没做出来的 所以说我最后写到PS里面 我的research的experience呢 就是我的一个月理论计算 以及我这个一个夏天的IGEN实验 然后Nancy那天问我一个问题说 你给最后给 学校看的就是你这一个月的理论计算 然后你在IGEN里面 我担任的是行政工作 而不是给idea的人 给idea是杨一帆 我担任是行政工作 那么实际上在这里面 我就没有science在里面 那么我给学校看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里面有science 是一个月 这个里面没有science 然后虽然我们最后拿了第一名 但是这个第一名是集体的第一名 然后具体到平坦到每个人 其实也就这么回事 那么我给学校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我觉得 我现在想一想 可能就是我刚刚一直在强调 就是independent research 和independent thinking 我在写PS的过程中 在面试的过程中 我不断地强调 我们做这个东西是自己做出来了 然后我在这里面 如何主动地发挥了我的贡献 然后我在做CRP的时候 如何主动地去找题目 然后如何主动地去想 去试 因为你在跟一个研究生 做题目的时候 实际上它很大程度上 你知道有一条路摆在你前面 你要做的事情是扫清前面的障碍 但是你要自己做research的时候呢 很大一种 特别是对于一个本科生来说 对于一个我这种半路出家的 学生物的本科生来说 你要做的事情是 你在一个忙忙的一片黑夜里面 你自己去找 你要往哪儿走 然后你能看到的东西 就是你打手电动 看到周围的一圈 你去根据那一圈来判断 你往哪儿走 而事实上 这一个月的理论计算 我得出来的结果很新 但是我去跟一些内行人聊天 他们都说我是做不出来 所以说实际上我觉得 最后学校看重我的东西 并不是我这个理论计算 所得出的结果有多么的新 而是他们看重的是 我真正一个跟一般的生存 不一样的一个background是 我有independent research experience 这个是我觉得是我最大的一个亮点 而不是拿了一个金牌 或者是有一个别的什么 一个教授的推荐性 等等等等等等 然后在暑假的时候 我还重夺了泰亚师 谈二十二条商规 这里面就读懂了一些了 因为在去年时候根本就没有读懂 今年就是说 零七年时候读懂了一些 然后在二十二条商规里面 有一个第一条叫做 这个一定要争第一 第一永远比第二重要 就是人们只记住第一名 而会忘记第二名 然后在第二条 他说如果你这个 没有一个领域能让你成为第一 那么你就创造一个领域 让自己成为第一 所以说二十二条商规是泰亚师 它里面的一本参访书 然后实际上二十二条商规 我只读了四条 然后我发现第三条 第四条是support第一条的东西 就是找一个领域成为第一 然后我整个飞跃其实就是这么干的 就是我去找给自己贴一个标签 我有independent research experience 然后让自己在这个标签里面 成为最闪亮的一个东西 一个人一个申请者 这个就是我在整个飞跃里面干的一件事情 06年秋天的时候 这个开学吧 大家都正式准备申请的时候呢 我一边做IG 一边去 很闲的去找了一下行动方 然后因为当时我的一个 反正一个跟我一起申请的人 也在约着我说 我们两个一起去行动方咨询讲 我说好 然后我这个 然后我去去问行动方 这个这个我告诉他 我GPA是这个样子第一 是不是很好看 但是呢 我有independent research的经验 然后我还准备去参加一个国际竞赛哦 你觉得我能生什么样去掉 他说你呀 50到100里吧 然后 然后我很汗 然后这个 接下来就是我去找比调 然后找比调呢 然后 然后 我就找了一个叫杜苑 这个哥哥 这个哥哥 他跟我说 然后他一看我的简订 就说啊 你的简订写得好漂亮 好 好